美国众议院星期天通过奥巴马总统大力推动的医疗保险法案 法案将使三千两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享受到医保 赞成和反对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在表决后分别发表了他们的评论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 星期天晚间以219对212票通过了参议院早些时候通过的健保法案 众议院少数党共和党人全部投下了反对票 投反对票的还有34名民主党的众议员 通过这项法案只需要216票 这项法案将大规模改革美国的健保系统 并使奥巴马总统在最重要的国内市政高领上获得一个胜利 奥巴马赞扬了这次投票 他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这次的投票将使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如愿以偿 今晚的表决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 而是两党的胜利 是全体美国人民的胜利 当一切尘埃落定 留下来的将不是人们担心出现的由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 也不是保险业获益最大的现状 而是一个结合两党智慧 让美国人民活得更好的健保体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表决后发表了她的看法 我们相信今晚通过的这项法案 是属于全美国人民的法案 向我们的立国先辈们致敬的法案 是遵守我们对未来承诺的法案 它将让美国的未来更健康 未来的预算也更合理 超过3200万的美国人将有机会获得健康保险 纳税人可以省下13000亿美元 保险公司也将负起责任 不再成为病患和医生之间的障碍 不过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议员约翰·伯纳表示 批评人士说 这项改革将使医疗费用上涨 并且将增加政府对医疗事务决策的干预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